各位同学大家好,这节课咱们先不着急写外部层的代码,因为用户注册成功之后,我们需要向客户端返回令牌子无串,然后还要返回用户的权限列表,这样客户端就可以根据权限列表判断用户可以看到什么样的界面内容,以及可以执行什么样的操作,所以这节课咱们就先来学习一下RBC权限模型吧。 我现在切换到了手册文档上面,那么这一集视频对应的是手册里边的第三章第九小节,这节课咱们要学习的是RBC权限模型,其实RBC非常容易理解,那么咱们就是通过具体的示例来了解一下RBC权限模型吧。 比如说呢,我们在MySQL数据库里边创建了权限表,在这个数据表里边保存了若干的权限记录,那么假设说呢,以MOS系统里边有40个权限,那么我们在创建新员工记录的时候,怎么把这40个权限里边的某一些权限, 关联到这个用户记录上呢?比方说咱们在添加新员工的时候,那么管理者呢,需要在界面上去勾选40个权限里边的某一些权限,非常的辛苦,对不对? 好了,这是创建了一个用户记录,接下来呢,咱们还要去创建第二个用户的记录,那么管理者呢,还是需要在40个权限里边勾选若干的权限,这个工作呢,依然很辛苦,对不对? 如果说咱们现在引入角色这个概念的话,我们预先呢,创建出角色,把一些权限呢,附给这个角色,那么我们在创建新用户的时候,那么就可以选择这个用户关联哪一个角色,我们可以通过角色呢,把一些权限关联到用户上面,那么这样子,管理者在创建新用户记录的时候,不需要再去勾选若干权限了, 只需要在下拉列表里边选择这个用户关联的角色就行了,非常的方便,对吧?也非常节省时间,所以这个呢,就是RBAC权限模型,非常容易理解,就是引入了角色,通过角色给用户去付权限,那么在这个示意图里边呢,体现了三张数据表,一个呢,是用户表,另外一个是角色表,第三个就是这个权限表, 那么我先来说一下权限表里边的权限记录是怎么来的,那么权限记录啊,是两张表的记录做了合并,然后生成的, 咱们来看一下,在这儿呢,有一张表啊,叫做TB下滑线Model,这个是模块表, 而这个TB下滑线Action表呢,是行为表,或者说你把它称作叫做动作表也行, 那么这两个表的记录合并在一起,就生成了权限记录,那我举个例子吧, 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模块表的结构呢,它首先分为主件字段, 下面呢,是模块的编号,还有模块的名字,那么再往这边看的话, 是主件字段,然后是动作的编号,以及动作的名字, 那么接下来呢,咱们去看一下这个权限表吧, 这个权限表的字段呢,第一个是主件,第二个是权限的名字, 这个是模块的主件值,这个是行为的主件值, 那么我举一个例子,咱们来看某一个权限是怎么诞生的, 假设呢,在这儿我取的模块啊,是用户模块, 我取的这个动作呢,是添加动作, 那么用户模块和添加动作结合在一起, 就生成了一个权限,就是添加用户权限, 比如说引入的模块呢,还是用户模块, 但是动作换了,换成了删除这个动作, 所以在这儿一结合呢,就是删除员工记录的这么一个权限, 各位同学,你能理解这个权限是怎么诞生的了吧, 接下来呢,我切换到NavyCat上面,来展示一下这三张表的记录, 我现在打开了NavyCat,那么咱们去看一下对应的数据表吧, 比如说在这儿呢,我先把这个模块表打开, 我们看一下里边的记录是什么样子的, 比如说这个字段呢,是主件字段, 这个字段呢,是模块的编号字段, 再往下呢,就是模块名称这个字段, 那么看一下有什么样的模块呢, 用户管理模块,员工管理模块,部门管理模块,等等等等, 现在呢,是模块表的记录,我们了解了, 接下来呢,我们去看一下行为表, 就是这个Action数据表,我把这个数据表打开, 我们来看一下里边的记录, 那么这个字段呢,是主件字段, 然后呢,是动作的编号, 还有呢,就是动作的名字, 那么咱们看一下这个表里边保存了什么样的动作呢, 比如说就是增删改查呀, 还有什么审批导出备份这样的动作, 那么现在呢,我们再去看一下这个权限表, 在这呢,Permission, 我把这个表打开,大家看一下, 那么这个字段呢,是主件字段,权限的名字, 还有模块的ID,以及这个动作的ID, 下面呢,我从这个模块表里边取出用户管理这条记录, 然后呢,从这个动作表里边取出添加这个动作, 那么咱们来看,在这就产生了一个结合, 这个1呢,代表的是用户模块, 这个1呢,代表的是添加动作, 所以结合在一起呢,这个权限叫做User Insert, 大家看一下,就是添加用户的权限,对吧, 那么以此类推,我还是取这个User模块, 然后我取的这个动作呢,现在变成了Delete, 那么这两个记录可以产生的权限是什么呢, 大家看一下,就是取1模块, 然后动作取的是2号动作, 那么合在一起的话,就是User Delete权限, 就是一个删除用户的权限, 那么下面的这些权限记录, 我就不跟各位同学一一的列举了, 咱们来看一下其中的第一条记录, 这个记录特别的特殊, 这个是给超级管理员设置的一个权限, 它的主件值呢,是0, 然后这个权限的名字叫做Root, 模块的ID呢,是0, 动作的ID呢,也是0, 意思呢,就是说不局限任何模块的任何动作, 每一个模块里边我可以执行任何动作, 就是这么一个超级管理员的权限, 我这么说,各位同学能理解了吧, 我现在呢,切回到手册里边了, 刚才呢,咱们看过了这个权限记录是怎么来的, 既然说已经有了权限记录, 下面咱们应该研究怎么把权限付给角色, 对不对, 那么有同学就想到了, 我们应该在角色表和权限表之间创建一个交叉表, 在这个交叉表里边引用一下角色的主件值, 还有权限的主件值, 这样子呢,就可以实现把一些权限付给某一个角色了, 就是这么去实现的, 但是在这儿呢, 我这个EMOS系统里边的这个权限付给角色, 还真不是靠交叉表来做的, 我是靠Json字段来做的, 咱们来看一下吧, 买CK5.7之后啊, 它引入了Json这种数据类型的字段, 那我在设计表的时候呢, 就用上了这个Json字段的类型, 那么咱们看一下吧, 比如说在这儿呢, 我定义了角色表, 这个角色表呢, 大家看一共是有三个字段, 那么主件字段, 这个没什么可说的, 还有就是角色的名字, 那么另外的一个最关键的字段, 就叫做Permissions字段, 这个字段的格式呢, 就是Json类型的, 那么Json类型的字段呢, 可以保存两种数据, 一种呢是Json对象, 另外一种呢是数组, 在这儿呢, 我就用数组来保存一下, 这个角色关联的权限, 那么举个例子吧, 比如说超级管理员这个角色, 那么它关联的权限, 大家看我写到数组里边, 它关联的是超级管理员这个权限, 就是零号权限, 那么总经理这个角色, 它关联的权限有哪些呢, 在这个数组里边, 记录的就是权限的主件值, 大家看一下, 123456等等等等权限, 那么引过来, 这个就是总经理这个角色, 拥有的权限, 再往下呢, 就是部门经理拥有什么样的权限, 还有呢, 就是普通员工具备什么样的权限, 我都可以用权色类型的字段, 去关联这些权限, 在这儿呢, 我就省去了创建交叉表, 那么咱们用权色也挺好的, 对不对? 然后有同学可能担心, 就是索引的问题了, 如果说咱们到权色类型的字段里边, 解锁东西, 那能不能用上索引这种机制呢? 这个我跟各位同学说一下, 那么MySQL里边啊, 是这个支持权色字段所引的, 所以各位同学呢, 就不用担心在检索权色字段的时候, 这个检索速度慢的问题, 根本就不存在这个问题, 那么再有呢, 就是MySQL啊, 为权色类型的这个字段呢, 配备了很多的函数, 那么我们利用这些函数, 可以很方便的读写权色字段里边的数据, 这一点呢, 各位同学也可以放心一下, 那么现在呢, 我们是知道了, 怎么把这个权限的关联到角色上, 用的是JESA类型的字段, 那么我们现在有了角色, 那怎么把角色关联到某一个用户上呢? 各位同学, 咱们来看一下用户表吧, 这个用户表叫做TB下滑线User, 在这个数据表里边, 我用的也是JESA类型的字段, 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用户表里边的某一条记录吧, 因为没有注册任何的用户, 所以你的这个用户表应该是空的, 如果将来有用户成功的注册的话, 那么在这个用户表里边就存在着注册的记录了, 咱们看一下, 比如说这个ID是什么, OPID是什么, 还有这个昵称是什么, 再往下等等等等一些数据, 咱们来看一下肉这个字段, 就是这个用户关联的角色是什么, 因为一个用户可以拥有多个角色嘛, 所以在这儿呢, 我也是用JESA类型去定义的这个字段, 那比如说咱们这个用户呢, 具备的角色是零号角色, 就是超级管理员这个角色, 大家看明白了吧, 如果再具备其他角色的话, 那你可以加刀号, 再添加其他角色给引过来就行了, 所以在这儿我根本就没创建交叉表, 我用JESA字段就可以把用户和角色关联在一起了, 非常的简单, 对不对? 好了, 那么接下来呢, 我跟各位同学谈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前后端权限验证的事, 因为现在我们知道了这个用户应该具备角色, 角色呢关联了权限, 那么无论是前端的小程序, 还是后端的加划项目, 那么验证权限都是必要的一个工作, 对不对? 那么在后端的加划项目里边, 验证权限是由西罗来完成的, 那么前端小程序这里呢, 验证权限由谁来做呢? 没有任何的框架可以帮我们去做验证权限, 那怎么办呢? 只能我们自己写程序来验证权限了, 既然说咱们移动端要自己写程序验证权限, 我是不是在移动端的保存这个用户具有哪些权限啊? 因此说呢, 咱们必须要去查询一下这个用户所具备的权限列表, 当用户登录成功或者用户注册成功之后, 那么后端的加码系统就应该把这个权限列表返回给客户端, 那么除了返回这个权限列表之外, 还要返回令牌子无串的, 对不对? 这些东西一起返回给客户端, 那么客户端是要保存在本地, 那么各位同学, 既然说咱们要把这个权限列表返回给客户端, 那么现在有一个问题, 我们怎么去查询某一个用户所具备的权限呢? 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SQL语句来实现查询, 那么在我这个文档里面, SQL语句是不支持变色的, 所以我们看这个SQL语句就不是很直观, 我边写这个SQL, 边跟各位同学讲解一下这个SQL的用途, 我现在切换到了NaviCat上面, 既然说咱们要去查询某一个用户所具备的权限列表, 那么首先呢, 咱们必须要在这个TBUser表里面添加一个用户的记录, 那么大家请看, 这个用户记录就是我随便编写的一个记录, 关键就是这个肉字段, 那么我给这个记录呢, 关联的角色是0号角色还有1号角色, 然后接下来呢root字段等1, 代表是超级管理员, 还有呢这个Status字段的直为1, 代表说呢是在直的一个状态, 那么至于说CreateTime字段, 你就随便给一个时间和日期就行了, 好了各位同学, 你把这个记录呢添加到用户表里边, 那么接下来咱们就要写SQL语句查询一下, 这个用户所关联的权限是什么了, 我们在写SQL语句之前啊, 首先来了解两个小例子, 各位同学请看, 都是跟咱们这个Json数组有关系的小例子, 那么第一个SQL语句是这么写的, JsonArray函数, 这个函数呢是用来创建Json数组的, 这个函数里边传的参数呢, 就是创建出来的这个Json数组里边包含的元素, 我把这个SQL语句选中, 然后运行一下, 大家请看, 下面有这个结果, 说创建出来的Json数组里边的元素, 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我刚才设置的参数的值啊, 这个没问题, 那么现在有了这个Json数组以后, 我现在想要去判定这个Json数组里边, 是否包含某一个元素呢, 在这儿我们可以用一个函数来判断, 这个函数的名字叫做JsonContains, 那么它这里边的两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呢就是一个Json数组, 那么第二个参数呢就是要判定, 在这个数组里边是否包含某一个元素, 那么大家请看, 我创建的这个Json数组呢, 只有10,20,30这样的元素, 然后呢, 第二个参数我现在想要判断一下, 100这个元素是不是包含在这个数组里边, 有同学可能说了, 老师你这个地方为什么要传一个字无串啊, 你看这些元素不都是这个数字吗, 我觉得你这块应该是写成这个数字才对啊, 在这儿我跟各位同学说一下, 这个地方必须是字无串, 哪怕你这里边的元素是普通的数字, 在这传参数的时候, 它也必须是字无串, 举个例子吧, 比如说这块我写一个10, 判定一下10是否在这个数组里边存在, 行, 我把这个CQ语句选中, 然后运行一下, 大家看下方呢, 就给我报错了, 说这个语法有错误, 对不对, 但是我把这个位置呢, 换成是字无串, 大家看一下, 对, 我再来选中这个CQ语句, 然后呢, 运行一下, 大家看一下, 说在这个数组里边, 有这个10这个元素, 没问题, 那么在这儿, 我把这个10换成100, 然后呢, 我去选中CQ语句, 再来运行, 那不用说了, 结果肯定是fails, 对吧, fails在买CQ里边的值呢, 是0, 所以大家看到, 咱们这个jsoncontents函数呢, 是可以判断, 咱们这个json数组里边, 包含什么样的元素, 好了, 各位同学, 既然你明白这个函数的用法, 接下来我可就要写CQ语句了, 这个CQ语句呢, 肯定是用表连接的, 所以在这儿是select语句, 然后咱们要查询的数据表呢, 是用户表吧, 先从用户表开始查询, 别名呢, 叫做U, 那么这个用户表里边, 大家看到了, 就是它有一个字段, 是肉字段, 用户关联的角色是啥, 所以在这儿呢, 咱们去关联一下这个角色表, Join这个表呢, 叫TB下滑线肉, 给它起一个别名叫R吧, 那么连接的条件是啥呢, 就是说我这个用户表里边, 肉那个数组里边, 存在的元素, 必须是我这个肉表里边的ID, 对不对, 那我就拿这个肉表里边的这个主件, 去判断, 这个主件有没有存在于U表的这个肉字段里边, 因此说呢, 在这儿写的这个连接条件就是JsonContains, 好嘞, 然后咱们这个第一个参数呢, 是U表里边的那个肉字段, 因为它是一个Json类型的一个数组的字段嘛, 那么接下来呢, 咱们是要取一下角色表里边的主件, 那这块就应该是R.id, 但是你R.id呢, 这块它的字段类型是一个整株类型, 不是字母串, 我们这块第二个参数必须是字母串, 那怎么办呢, 没关系, 我做一下数据类型转换, 在这儿我给它套上这个数据类型转换的函数, 把这个字段的数据转换成什么格式呢, 转换成字母串格式, 大家看好, I字差, 这块呢, 是转换成字母串格式, 有同学说字母串不是Warchar吗, 对不起, 这块不支持Warchar, 必须的是差, 好了, 各位同学, 在这儿呢, 咱们是把这个连接条件写了一下, 那么查询的条件, 这个Wear子具怎么写呢, 我们要查询哪一个用户的权限的列表呢, 在这儿我们查询的这个用户的ID, 大家看一下, U.id等于1, 并且这个用户必须的是一个在值的状态, U.status, 那么我把这个字段的这个值呢, 设定为查询条件为1, 那么这个slag子具里边返回的东西, 假设就是咱们这个角色的名字吧, 那就是R.rodename, 咱们去设置一下这个返回的这个字段, 好了同学们, 那在这儿我把这个secret具选中, 然后来运行一下, 大家可以看下方的结果, 咱们这个用户关联的角色有两个, 一个是总经理, 一个是超级管理员, 没问题吧, 对吧, 那么现在我知道了这两个角色之后呢, 我还要去查询这两个角色的权限列表, 那么各位同学, 咱们就再去做一个表连接吧, 在这儿呢, 写上是join, 在这儿咱们要关联的是权限表, 给它起一个别名叫做P, 然后连接条件呢, 咱们看一下, 跟上面的这个写法是类似的, 我要拿咱们这个权限里边的ID, 到这个R.ro表里边去判定, 那么咱们这个权限的ID, 是不是在这个R.ro表里边的permissions, 那个字段的数组里边存在, 如果存在的话, 把这样的这个权限记录给我找到, 所以在这儿的话, 大家看这块应该是咱们肉表的那个permissions字段, 它是一个权限的数组, 对不对, 然后咱们是要拿权限的ID到里边去做判断, 这块呢, 就应该是P.ID了, 对吧, 各位同学, 那么这块呢, 我们就返回一下权限的这个名字吧, 我把这个SQL语句呢, 选中, 然后再来运行一下, 大家可以看下方的这个结果, 我这个用户关联的角色, 那么角色对应的权限是什么, 大家看到了一堆, 对不对, 好了, 同学们, 这个呢, 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select查询的这个结果, 当然了, 如果说我们加上一个distinct的就更加的完美了, 在这儿呢, 我去加上一个distinct的关键字, 去除一下重复的记录, 因为呢, 我们关联的两个角色, 那么查询出来的这个权限, 有可能是重复的, 所以在这儿呢, 我加上distinct的就更加的优雅一点, 把这个重复的权限给去掉, 所以各位同学, 那么咱们选中这个SQL语句, 再来运行一下, 大家看一下, 下方的这个结果是没问题的, 对吧, 这是加上了distinct的更加优雅一些, 好了, 同学们, 这个SQL语句我可是选完了, 那么在这儿呢, 我们是把这个用户的ID是写死了, 那么一会儿呢, 我们切换到MyBetis对应的XMR文件上, 我们定义这个SQL语句的时候, 这块不应该是写死为用户的某一个ID, 对不对, 我现在又切回到手册文档里面了, 那么刚才呢, 我们把这个SQL语句在Navicad上面编写, 并且执行了一下, 对吧, 感觉还是不错的, 那么接下来呢, 咱们是需要把这个SQL语句写到XMR文件里边, 我们找到这个XMR文件, 然后在里边呢, 去定义Select标签, 那么把这个SQL语句写进去就行了, 注意这个地方呢, 是有这个插值进来的, 并不是写死的一个用户ID, 这个SQL语句的ID呢, 叫做SearchUserPermissions, 那么传入的参数呢, 只有一个, 就是这个用户的ID, 所以大家请看ParameterType, 它的这个类型是Int类型, 没关系, 那么再往下呢, 就是返回的结果, 每条记录的数据类型呢, 是String的, 那么有的同学呢, 可能观察到了, 说, 哎, 老师你这个Select语句里边, 没写Disting的关键字啊, 你怎么不写上去这个关键字呢, 在这儿我跟各位同学啊, 先卖个关子, 不写的话问题也不大, 为什么这么说呢, 你继续的往下看, 我们现在写好了XML文件之后呢, 接下来啊, 就应该是去写DL了, 那么各位同学, 咱们是找到这个DL接口, 在里边呢, 我们是把这个抽象的方法给声明一下, 那么各位同学请看, 这个方法的返回类型, 是Site类型的一个集合, Site类型的集合里边, 是没有重复数据的, 对不对, 即便我们查询出来的数据里边包含一些重复的记录, 但是我往这个Site集合里边存放的时候, Site集合自动把那些重复的记录就给我过滤掉了, 所以呢, 我们最终得到的结果是没有重复记录了, 各位同学能听明白了吧, 我不写Disting的关键字, 我们也得不到重复的记录, 那么接下来呢, 就是这个参数了, 传入的是UserID, 没啥可说的, 现在呢, 这个持久层写完以后, 接下来就应该是写这个业务层了, 所以咱们找到这个业务层, User Service这个接口, 那么咱们去声明抽象的方法, 那么接下来呢, 到这个接口的实现类里边, 我们去把这个抽象的方法给实现一下, 那么实现这个方法呢, 非常的简单, 我们就是调用DO里边刚才声明的这个方法, 去根据用户的ID, 把用户的权限列表给查询到, 那最终呢, 咱们把这个结果返回就行了, 好了, 各位同学, 那么咱们就先写XML文件吧, 我们先打开这个TB UserDL XML文件吧, 好, 把这个文件打开以后, 我们去定义SQL语句, 在这儿用的标签呢, 是查询标签, 那么我把刚才我们写的SQL语句, 复制粘贴过来, 注意呢, 这个SQL语句是有这个对齐的, 我们把这个SQL语句做一下对齐, 然后在这个位置呢, 咱们是做一下插值, 对吧, 那么是写上警号, 然后大括号, 咱们这个参数的名字呢, 比如说就叫做UserID吧, 那么给这个SQL语句呢, 起一个ID, 比如说叫做SearchUser, 然后呢是Permissions, 好嘞, 接下来呢, 咱们是规定一下参数的类型, ParameterType, 类型呢是Int类型的, 然后呢是返回的结果类型, 在这儿我是写上Stream, 那么接下来呢, 咱们去写DO接口, 我们去找一下DO接口吧, 咱们看一下, 在这个地方找到TB UserDL, 那么在这个DO接口里边, 我们去声明抽象的方法, 在这儿呢是Public, 然后返回的类型是Site, 里边的范形呢是Stream, 这个方法的名字叫做他, 接下来呢, 传入的参数是Int的这个UserID, 好了, 现在呢, 这个抽象方法写完了, 我把这个抽象方法复制一下, 我们到Service接口里边, 把这个方法再声明一下, 找到这个UserService接口, 然后呢, 咱们把这个抽象方法声明, 复制粘贴过来, 接下来呢, 我去找一下这个接口的实现类, 那么肯定是有这个报错, 是希望我把这个抽象方法给实现一下, 好, 那我就把这个抽象方法实现吧, 这个抽象方法的这个代码呢, 是很容易写的, 我们去调一下UserDO里边的那个Search User Permissions方法, 传入的参数呢, 就是UserID, 那么结果呢, 咱们保存到变量里边, 比如说Site, 这块范形是Stream, 那么最终呢, 我们是要把这个结果呢, 返回, 好嘞, 这样子呢, 我们就把持久层还有业务层的代码给写完了, 好了, 各位同学, 那你把这些代码给实现一下吧, 下一节课呢, 我们就可以去编写外部层的代码了, 好像就是这个业务层的代码,